花莲市公所与财团法人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30号合作举办了奋进爱花莲奖学金颁发仪式 有94名就读国高中的学生接受表扬 市长温佳琴表示说 这是花莲市公所和爱花莲协会第一次举办奖学金发发 喜欢可以勉励学子面临逆境的时候要更勇敢 也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表扬活动是在国军英雄馆精彩联营宴会馆来举办 魏嘉贤市长协同了赤劳客长肖子卫等人出席 而多位代表也都到场致意并肯定学生的表现 陪同的家长以及市长则对施工所与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办理这一次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有助于鼓励学子奋发向上 那其实也要特别谢谢很多的好朋友 那包含自己的亲人捐了不少的费用 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孩子 有机会虽然钱不多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鼓励的方式 让每一个孩子在人生的目标上面 都能够确定自己的方向 那我从小到大没有领过奖学金 但是也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有领奖学金的机会 所以特别用这样子一个爱新文基金会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我的服务号 还有我们叔叔他也捐了不少的费用到基金会 跟慈爱基金里面 那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帮忙来做这样子的协助 那我们这一笔每一笔的钱都是放在我们孩子身上 那只要地方上也需要关怀的 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关怀我们一个需要关怀的朋友 那再次要谢谢我们每一个在教育界来帮忙孩子 市长魏嘉贤说这是花莲市公所 以及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首度办理 奖学金发放作业 主要是鼓励在学习领域上有杰出表现 同时也希望借此其勉身处逆境 但仍能艰苦自立不放弃学习的学子 每一个孩子都能发挥自我潜能 奋发向上成为自己生命的舵手之外 也能以正能量影响周边的同侪 谁最棒我最棒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